李肖基 中立大樓 好,我們剛剛進來北校園的李肖基綜合大樓 進來地下,大堂很容易看到我們有一個銅像 就是李肖基博士的銅像 在2018年的時候,李肖基博士向大學作了一個很巨額的捐贈 我們感謝家族對學校的貢獻 是以這座中立大樓命名的 好,我現在走進去我們新建的啟迪郎 裡面可以看到很多透明的玻璃房 同學可以租來舉辦一些不同的活動 好,我們現在在李肖基大樓的一樓 一樓除了我們有個悲哀球室,有個音樂室 這裡都是我們的室內全天候的泳池 希望我們的同事和校友都可以多些回來用這個泳池 除了右邊的泳池,左邊有一個隱形門 很多時候我們不留意 原來裡面是有玄關的 裡面其實是一個全隔音的音樂室 可以加Bang,可以在這裡唸歌,彈琴都可以的 同學隨便在網上訂這間房間來用這個音樂室的 我叫唐卓賢,是來自市場學 Year 4 學生 校長給我的印象是比較親切和親民 我跟他打球完全不會有壓力 校長很重視我們恆大體育的發展 我有一次看到你請我們來打學界大專才 是的,我們來觀戰打氣 那我就很榮幸 我們隊員也打得特別耐力一點 是的 那你畢竟之後也會繼續打球嗎 也會,也會回來打球 是的,多些回來學校 跟我們的同學多些交流 好 Hello,Lu Sir 是的 是的 是的,我們現在身處這個就是 李兆基綜合大樓的二樓 那個綜合體育館裡面 這個體育館可以進行很多不同的活動、比賽 特別是球類的室內的籃球場 也可以變身成為四個羽毛球場 當然也可以打排球 那這個體育館有什麼特色呢 首先講一下地板 地板是香港第一個是全部用竹的物料做的地板 那麼我們以前都講過,竹的材料有什麼好處呢 它是透養的比例是很高的 那麼我們的校董譚先生說 在這裡打球,個人會精神一點的 因為你吸的養份會多些 那麼竹呢,通常種植三四年就可以收成 還有它是很快可以再生長的 那麼所以竹呢,是一個最環保 最可持續發展的一種的材料來的 好,我們現在來到李兆基大樓的天台 這是室內有機耕種的基地 那麼我們學校很好 就是給這個天台一塊地 分成一格一格 是短期租給我們的同事或同學 可以在這裡做有機耕種 我們學習做農夫 那麼其實呢,可能幾個月已經有很多的農作物的收成了 那麼現在,我在前面這一棵就是粟米來的 那麼都是種了,可能是兩個月左右 同事同學都可以向學校排隊 輪流去租用這些地方 去學習耕種 好,我們很多新的大樓都是外牆選用特別的玻璃 有很高的彩光度 亦都是有直的和環條的設計 它不單止是美觀裝飾用途 其實亦都能夠阻擋太慢熱的陽光 令到我們的溫室容易控制得到 今天大家會見到最小的項目